六月份差不多過了一半 亦都看回今年頭六個月 我們估計一手方面的註冊量 是有12,300宗 其實這個數字我們看回 如果跟過去兩年對比 都是大幅上升的 在2017年頭六個月 我們看到那個一手註冊量 大概是9,800宗 至於2018年 即是去年頭六個月 一手註冊量更加低見7,700宗 換句話說 今年上半年 一手註冊量 去到12,300宗 是非常之高的 當然我們看回 如果是全年來計 我們相信未必下半年 會有上半年 註冊中數那麼高 因為如果我們看回過去兩年 我們看到 17、18年分別來說 一手註冊量 大概是18,000多 15,000多 所以我們看回今年來說 雖然上半年已經做了 12,000多宗 但是我們估計下半年的數量 不會及上半年那麼多 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我們看回 接下來幾年 即是2019至2022年 那一手註冊量 大概是18,000多宗 所以我們相信 實際 看回今年 賣出來的單位 即是一手註冊量 我們相信都會為前萬多宗 短期內 除非你說 供應 一手的供應 是大幅增加 即是說 賣地 否則的話 我們相信 今年裡面 一手的註冊量 都是維持萬多宗的水平